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C女约会的时候 有时候会在会议室 有时候是在卫生间 每一次是三五分钟 事后还必须删除聊天记录 一名公司女职员也主动地跟媒体透露 在杜不健结婚之后 她依然和男方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 两个人在东京六本木地下停车场的厕所优惠超过三十次呢 呃 这个男人真的是好脏啊 这个月六号 日媒拿着丑闻石锤找上了门 杜不健囊被迫跟佐佐木希摊牌了 佐佐木希当场拨通了婢女的电话 要求对质 真觉得哈 家有先妻都挡不住出去偷吃 佐佐木希连续四年被评为了世界最美前一百人 常年是进入到日本男性理想女友榜单的Top10的 还是日本女性最憧憬的女性对象前四年呢 男生女生都喜欢的大美女 五官随便另出哪一个来细看都非常的精致 笑起来又甜又魅的 看到她的笑容会让人不知不觉的跟着笑了 她的颜值还是纯天然的 小时候就是大眼睛圆淡脸相当的卡哇伊啊 初中的时候开始学习新体操 身材和体态也很出众 大美女的共同点每次次知 佐佐木希17岁的时候在家乡秋田的某个服装店里面打工 被青年漫画杂志周刊全日本新人美少女栏目 工作人员给发现了 那工作人员呢希望佐佐木希能够为栏目拍一组写真 她的第一反应是吃惊 还跑去告诉店长自己遇到了怪人 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属实之后 佐佐木希也没有进入到娱乐圈的想法 最后还是店长强行的给她放假让她去试一试 正是这一组写真让她一举夺得了初代Cockern Japan的冠军 然后顺利出道了 同年在女性时尚杂志Pinky举办的模特比赛当中 她又从4290名参赛选手当中脱颖而出 被更多人认识了 颜值高身材也不脱后腿 1米68的身高和匀称的身材及性感和可爱为一体 不局限于模特的一种身份 第二年她就开始尝试了演戏 在《天使之恋》当中 虽然演技比较稚嫩但是颜值确实能打 360度无死角后来在Pinky的杂志停卖了之后 佐佐木希转去担任了Non-No杂志的模特 没有多久又以歌手的身份出道了 此后演员、歌手、模特三期发展 相比于事业发展是风顺水 那么她在感情上面就比较坎坷了 佐佐木希出道之后被曝光的恋情有两段 一段是跟杰尼斯事务所蓝组合成员二冠何也 2010年两个人恋情被曝光了 日媒报道她俩是在参加电视台的节目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二冠何也对佐佐木希是一见钟情 这段恋情竟敢神速 第二年的5月份两个人就拍到同居了 虽然男帅女亮 但是这段恋情一直都不被看好 不仅二冠何也的经纪公司不同意 更是惹恼了南方的部分粉丝 加上二冠何也被曝恋情之后轻微发福了 有一次在蓝的演唱会上面 她还故意的鼓出了肚子和粉丝互动 一些偏激的粉丝掉头 就把矛头指向了佐佐木希 吐槽就是因为和佐佐木希同居 才导致二冠何也长肉的满脸问号 嘴长让她自己身上自己吃的多还怪别人 南方粉丝还怜悯上书 要求两个人尽快分手 2012年有知情人透露 两个人闹分手了 原因就是二冠何也经常和搞笑一人出去喝酒 佐佐木希误会了二冠何也 是背着她去相亲 心情郁闷无心工作 2013年底 两个人就被曝彻底分手了 并且结束了同居生活 佐佐木希经过了这段恋情之后 成熟了不少 后来上节目被问到 会不会特别想结婚呢 她表示 年轻一点的时候真的特别想结婚 但是现在并不想了 因为想做的事情多了 自己乐在其中 择偶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不看颜值更看重的是性格 要有趣的温柔的人 这应该就是她选择杜布剑最重要的原因了 杜布剑 日本很活跃的搞笑艺人 主持很多类型的综艺 也主持过大型的晚会 在综艺上面的人设呢 是脾气温柔 性格绅士 还会做饭的好男人 两个人在2014年底被曝出了恋情 之后呢保持稳定交往 这段恋情一样不被看好的 一方面两个人颜值她距太大了 另外一方面呢年纪相差太多 杜布剑比佐佐木希大了15岁 所以呢2017年的2月份 佐佐木希官宣和杜布剑结婚的时候 不少人是感到惊讶的 佐佐木希呢还写了一篇小作文 表达爱意 一见到她 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 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谈到结婚 脸上也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结婚之后 佐佐木希火速怀孕了 第二年的2月份 就公布了怀孕的喜讯 9月份儿子就出生了 她还经常在网上面去晒各种做菜的照片 画风岁月静好 一家三口 时不时的就配拍到一起外出 当然却是非常幸福美满的 不久前杜布剑还在综艺上面分享 跟佐佐木希的日常 说疫情期间两人待在家 佐佐木希要穿自创的品牌衣服来拍照 她就成为了专属的摄影师 但是她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拍的照片 最后佐佐木希是一张都没有用 用的全是自己拍的照片 主持人拆台说 那是因为你拍的不好看 并且追问 但你们夫妻关系好才会这样的吧 杜布剑回答说 那倒是 现在回看这一段特别讽刺 如果说不被爆出来的话 她还要继续装好男人来恶心大众 而在杜布剑被爆出轨的前一天 她还被爆家暴佐佐木希 先是周刊文春发运告称 人尽美是一人毆打美女妻子 紧接着杜布剑主动的向电视台提出了停工的要求 理由是发生了让大家不愉快的丑闻 不想对节目产生困扰 出轨被爆光之后 杜布剑嘴上说着烦心 另外一边把脏水泼给了佐佐木希 所谓的知情人爆料 佐佐木希只是外表好看 在收拾方面是超级懒散的 把家里边弄得乱七八糟 是个非常邋遢的女人 还说佐佐木希单身的时候房间就很脏 家里边乱到是没有地方下降 虽然婚后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干净的状态无法维持很久 而杜布剑是性格细腻的人 夫妻共同生活之后产生不满也不奇怪 如果说她说的是真的 那么既然男方结婚前不能忍受女方不收拾 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既然选择了结婚 那么家务男方的话 难道没有义务分担吗 不想打扫也可以请家政吧 别为出轨找理由了 渣男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见不见呢 两个人可能彻底闹掰了 佐佐木希把社交软件上面 有关于老公的照片和视频全给删了 不过也被太担心佐佐木希 她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为爱情放弃工作的恋爱脑小女孩了 跟杜布剑结婚之后 包括怀孕期 她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视野 婚后没多久 就拍了下雨时你的温柔 首次挑战欲望人妻 演员路上开始转型 还创立了女装品牌 走性冷淡的风格 这些衣服穿在模特的身上 看着很一般 但佐佐木希一穿瞬间被种草了 今明三月底 佐佐木希重新的捡起了主持事业 在索掌10里面担任的是常规主持 这是一档知识类的综艺 佐佐木希之所以会接 是希望通过这档综艺 把学到的知识交给孩子 有戏眼有综艺上 自创品牌也做得很不错 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漂亮姐姐离开渣男 也可以活得很漂亮 渣男就应该放在有害垃圾堆里边 互穿地心 遗臭万年 去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球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 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